好,我们讲维摩节经 现在呢,就是福田菩萨 福田菩萨业 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 三行、十行、即是空 空则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 以此三行而不起则,是为辱不二法门 这里面有两个 一般来讲,我们常常讲 一个是福分,一个是罪业 福分跟罪业,这是两样东西 我们一般来讲起来 像属于天国城的话 你修福分,你可以到天上 你有了罪业,你就会下到地义 天堂跟地义是两回事 两个相对的 一个是福,就是升天 有福就升天 有罪就下地义 这是两回事 耶稣也是这样子讲 耶稣也是这样子讲 有福分的,他会上天堂 没有福分的,会下地义 基督教任何宗教都是这样子 这是两个 那么在福田菩萨,什么叫做福田菩萨 福田菩萨他懂得第一空 他可以做沙婆世界上等于是说一个表征 他有福田,他有福田可以护士给众生 这是福田两个字的意思 所谓福田菩萨,他是了解的第一空 第一种福,所以他堪为众生的福田 这个就叫做福田菩萨 那么福田菩萨,他讲 福田菩萨,福田菩萨,福田菩萨 也就是讲说你做福分,去布施众生 这是福,你去患罪,患下了罪业 这个就是罪,也就是恶了 善的跟恶的 还有一个就是不动行 你没有做善,也没有做恶 这叫不动行 这样讲起来就是分开来的 我们看上天堂跟下地义 当然是两回事 按照福田菩萨所说的 这三种行为 他的真实性都是空的 不管你做善,做恶,不动,都是空 在地义空里面 其实没有福 也没有罪,也没有不动 以此三行而不起者 你的心便没有起所要做福分的心 也没有要做作恶的心 也没有所谓的不动心 三个通通都不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不恶法门 这个我听了,我就觉得很不爽 当初的时候,六祖会能讲 莫失散,莫失恶 不要去想善的 也不要去想恶的 通通都不想 这个时候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不恶法门 不要去想善的,也不要去想恶的 不去想 我那时候怀疑六祖会能 我们应该是想善的 不可以去想恶的 这个才对啊 哪里是什么不失善,不失恶 通通都不想 就是这个时候 其实六祖会能 他当然是讲空的 也有一个讲友的 这是神秀 他在唐朝的时候啊 他到了唐朝的长安 武则天很欣赏他 欣赏神秀 他是讲友的 以神秀为国师 就是北禅 南禅就是六祖会呢 就是讲空的 在我们讲起来 我到现在才知道 你不失善,不失恶 但是你随言而作 随你自己的言分去做 但是你不要去想 那个是善的 这个功德最大 我们称为那个就是应得 那个叫做应得 应得,功德最大 其实不讲功德 也不去想功德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想功德 好像师尊啊 做千勺法船的超度 我们每天做 每天一定要做 但从来不想 说哦,我坐千勺法船 度了千千万万的人 往生佛佛净土 我的功德多大 从来不去想 我做了就是了 这个叫做不失善 不失恶 我从来就没有恶念生起 不要有恶念生起 恶念生起 你就要检查到 有恶念生起 检查到恶念生起 你检查到的时候 它就消失掉 有这个念头出现 但是你压制它 它越来越厉害 压制它 也不失恶 不去想 这个是恶念 不要去想那个是恶念 你越想恶念 它恶念越出来 有时候你不去想 哦,这是恶念 就是说 一心向佛 一心向法 一心向善 当初的时候 我看到姚思金母 看到阿弥陀佛 看到地藏菩萨 他们给我三句话 一心向善 一心邪博 一心邪法 一心向善 那么我就是按照这个 但是我不去想 那是善 或者不去想 那是恶 你不去想 那是恶念 你那恶念会慢慢降低 你如果要压制它 它的反抗力越大 反而就不好 反而会冲破 就经常会有恶念产生 所以它叫你不失善 不失恶 不失善 那是应该的 你做了善事 你也不去想 这是善事 不失恶 就是说 你虽然有恶念 你也不要去压制它 放轻松 没什么 过不久 那个恶念就会消失掉 我是用这个方法的 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方法 因为有恶念难免 因为产生了不好的念头出来 这个不好 那你越压制它 它反抗力越到 每一次都会产生 你根本不要去想 这是恶念 它反而会没有 我用的方法 就是不失善 不失恶了 我现在终于 了解什么是 不失善 不失恶 这是六祖会能讲 今天福田菩萨 也是这样子讲 你不要去想 你做了就是 依照当初姚思金母 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跟我讲的 三句话 你就是这样子去做就好 我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其实都是空的 福问功德也是空的 罪行在低意里面 也是空的 你自己想一想看嘛 我们大家现在想一想看 有人犯罪 犯得很严重 当然犯罪是要被抓机关的 但是你想一想看 你杀一个人 他是杀人犯犯罪啊 现在战争 你军人本身就是要去杀人 杀人不犯罪吗 当然是犯罪啊 战争本来就是罪恶啊 但是国家有这个命令 你是军人 你必须要做 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军人在战产上杀人 算不算犯罪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如果在福田菩萨讲 任何事情都不是问题 很奇怪吧 因为这个世界也是层住坏空 在整个地球上来讲 地球翻转已经至少有七次 我学过地质学 知道了 山会变成海 海会变成山 所有的生命全部结束 没有生物 然后再重新开始 那就全部都没有了 你做的善事有没有 没有 你做的恶事有没有 没有 你什么都不做 也是没有 整个地球已经翻转了七次 已经翻转了 地质学上这样讲 已经翻转七次 当初的时候听说 非洲跟整个欧洲 是结合在一起的 到最后再分开来 大家晓得 你看可以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找到的贝壳 过去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是海底 酸田变成海 这样子来回已经有七次了 什么是福啊 什么是罪啊 什么是功德啊 什么是罪行 什么是不动啊 根本都是空的 在现实世界来讲 所以卢师尊在这里说话 根本没有卢师尊在这里说话 你们在这里听话 根本没有听众在这里听话 这个时间是移动的 明天就不一样了 明天就没有了 这是迅间的结束 但是这整个世界啊 是一节当中的一个结束 一节 印度讲节就是时间 一节就是时间 一下子就没有了 整个地球也是乘住坏空 我们人也是乘住坏空 整个地球也是乘住坏空 如果按照佛所说的 一切都是乘住坏空 哪有什么服行 罪行 不动情 没有 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的 你随言去行善 就是不恶化 福天菩萨所说的 就是这个 有变化吗 当然有啊 我不是跟你讲这个吗 这就是变化了 六十年前我是这个样 六十年后我是这个样 哪里还来个六十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再过几年了 你就化成灰了 你就住哪里啊 你再多有钱 你开什么马斯拉蒂 开什么罗斯拉斯 开便利 便利还是少有的 全世界上只有那一部便利啊 一小时 三百公里啊 开起来就像高铁一样 高速铁路一样这样子 跟飞机的湿度一样的 那部车子啊 一小时可以开三百公里 时速三百公里啊 我那部车啊 我是蜗牛爬地 哪有三百公里的路让你开 没有了 什么作用都有啊 可以接上人造卫星的 六十年前的卢胜宴 现在的卢胜宴 不用几年以后的卢胜宴 可能就是在 双年境界 化成灰了 什么都没了 哪有这种像 也没有这种像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人生 以后生活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也不去想 过去的不去想 现在的也不用想 未来的也不用想 你每天就过你本分的日子 你行则修行人 你修你的行 每天过你的清静的日子 这样子就是对了 你每天行善 布施做修行的工作 修正你自己本身的行为 跟你自己本身的念头 这是守你自己的本分 守了修行人的本分 这样子过下去 不管过去 现在未来 你这样子做 就是对的 维摩节跟我们讲 这个就是不二法 你想过去的如生宴 过去了 不可能 你不可能回复这个 不可能 头发长出来也不可能 头发长出来 说不定也有灰头发 白头发 只是把它理掉而已 已经理掉了 我眉毛还是黑的 有些人眉毛都白了 八十岁有些人眉毛都已经白了 胡子也白了 我眉毛还是黑的 说不定我头发还是黑的 每天都在变 每天都在变 所以叫新陈代谢 今天的细胞跟明天的细胞就不一样 每天都在变 什么是不变的 悉空是不变的 你行则 就是不变 随分的 休息 这个就是不二法 谢谢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